您現在收看的是 驚豔不留的 瓜哥 你有沒有吃過 菲姐做的菜 好吃嗎 享受是... 我講真的 我每一次在吃菜的時候 不是我一個人想說 工作人員都說 包大哥 少吃一點 等一下 我們要配晚餐 我們配午餐 我不誇張 菲姐雖然是這麼High的做法 一把這樣下去 隨便這樣亂抓 就煮出來是好吃的 真的很好吃 對 菲姐可以吃到不行 煮一桌的滿漢全喜耶 對啊... 幾乎啦 牠可以養牠沒問題 妳不要看到 牠是有職業 有執照的 牠在內地有去考他們執照 秉級執照 不容易耶 因為能考到那個陣道是 這叫什麼 杭州 杭州 是不是杭州 忘記了 叫什麼 在內地也很紅 等一下說菲姐 菲姐 妳現在想退休了 我已經退休了 對 半退休了 其實妳很會享受人生 那怎麼辦 以前都一直工作 過自己的生活都沒有 有時候朋友聚餐都沒得去 為了要工作 錄影什麼 像妳們也很辛苦 錄影最辛苦我覺得 對啊 我好羨慕妳 對 我也好羨慕 妳還年輕 我已經老了 不會啊 妳就想這樣 妳這樣就老了 不會 妳這樣看起來 都比我還年輕耶 等一下... 妳們三個時候 會不會到另外一個時代 開閉一個比賽 OK 我也要參與一下 好 來... 我跟妳講 我們都很快樂 對 妳平常怎麼享受人生 像妳這樣已經退休了 那妳一天 像妳這麼會享受人生 妳不可能一天都待在家裡 不可能 待在家裡會瘋掉吧 然後妳平常都做什麼 買那麼多衣服 沒得穿出去秀一秀什麼 妳都做什麼衣服 不是 因為他們家住元氣那邊 很早 沒事 我就穿個衣服 她也沒幹嘛 也沒約人 她就到妳的氣門口這樣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我也不先 肉食辣 拜託了 我什麼是誰講肉食辣 妳是把她講到中間 那幹嘛 那她出門一定要這樣 哪有這樣子 不是 因為她有蝴蝶秀 不是 因為她有蝴蝶秀 不是 因為她有蝴蝶秀 她一定要繞圓場 真的嗎 對 很可愛 不是 因為我跟菲姐約一定 每一群都有蝴蝶秀嗎 沒有 不是 是什麼 蝴蝶 她也喇叭秀咧 沒有 其實因為她對人都很好 包括那個門童什麼 都跟她很好 對不對 而且據我所知道 菲姐很愛請客 妳怎麼知道 像我們昨天一場球打下來 她連續打四個帕 她已經從早餐 中餐 晚餐 她都要請客 到最後我已經跟菲姐講 妳不要再打帕了 妳再打帕 我真的沒有時間讓妳請 因為她在推帕打的時候 她就說 我這一桿如果進的話 我請大家吃中餐 結果她真的推進了 然後後來一個接觸 很遠接觸 她又把它切去做 我明天又去大家吃晚餐 我們菲姐 不要再打帕了 我真的很忙 我沒有時間讓妳請 不是 因為還沒知道 聽到那個餐的那個次數 就已經肥了 對 開心嘛 你不是要打球的人 好不容易都很髒... 不過就是 一部分妳看 對不對 爽不爽 很爽耶 妳知道了 剛剛... 妳不用進去 妳也很爽 妳剛剛來的時候就說 妳們要吃什麼 我請客 對... 妳要請客 然後那個妹妹說 不好意思吧... 我剛剛跟她講 有什麼好客氣的 是點啊 沒錯... 她結果她好... 我省喔 1200塊拿給她 還有... 還有1000幾幾塊的款給我 她真的讓妳請客 沒有 她沒有 她沒有買 她好省 她只是買我們兩個 她不好意思 所以製作單位真的是... 妳應該要買四份 還有我們兩個都 而且妳為什麼有 可以這麼輕鬆的 過妳的每一天呢 現在妳看覺得我好輕鬆 可是我工作了30年 壓力也很大 對不對 壓力也很大 可是妳在做菜的過程 不覺得妳有壓力啊 她其實她在外 她就是把歡樂帶給人家 其實我們演藝的人 都是這樣子 對 那我覺得她調適了非常好的一點 就是說她在做菜的時候 她盡情下了很多所謂的感情 跟她的熱情 菲姐 這點是很棒的 但是喔 妳們不知道菲姐 有個小小小小小要注意的 妳不能讓菲姐嗨過頭喔 不然會怎樣 菲姐喔 譬如說我們錄影 譬如說 我們現在播出時間是9點 妳最多讓她8點半開始嗨 妳不要讓她從7點就開始嗨 她從7點就開始嗨 從裝扮就嗨 對不對 我們9點開始 然後9點...9點30分 她後面就這樣 還沒結束啊 妳看看... 妳看看... 所以不能讓她過累 不會啊 妳給她一瓶紅酒 她就又嗨起來了 這真的... 妳看 像我們最近不是 組了一個慈善的 我們明星高爾夫球隊嗎 其實這以球會有做公益之外 所以大家打球的過程當中 菲姐也是非常不予以利的 來到這個球隊當中 妳知道 那菲姐 為什麼妳喝酒會特別嗨 跟迪瑩 跟昨天跟迪瑩 誰比較刺激到 我看她那麼瘦妳知道 她怎麼瘦 她都不吃 她整天沒有吃 她又把她拿了一個肉桑 對... 準備了好棒 有一個肉桑 我就要吃了 我就拿了一瓶水 我就要吃了 我說提依怎麼那麼瘦 她們會講 那個熱量有多高什麼 她都不能吃 沒有 她要吃肉桑 我說菲姐 這個熱量最高的 對 肉桑怎麼能吃呢 我看到這樣我就不... 吃到就很慚愧你知道嗎 她不是同組在打球 對 我同組 要擺在打石肉桑打完 後來肉桑不見 不知道誰吃掉了 可是阿姊妳不可以這樣 然後沒有 還沒講完 打完酒凍以後 我差不多餓了 來 啤酒給我兩瓶 妳吃了 然後我就喝啤酒 菲姐就 喝酒會胖 不會 我是靠喝酒減肥 對 她也跟我喝一瓶 她也喝了 妳把眼睛掛得很痛苦 結果用啤酒要啤勢 她的肉桑沒吃到 喝一點味道 一樣膩在麵包 對啊 昨天妳們打球 我一直聽到她的聲音 我們距離好幾組 距離差不多一公里的距離 不誇張 我一直這樣 我已經聽了 我不是整個人喔 你亂講 我真的 真的 因為你一直很還妙 我是覺得很棒啊 平常我們都不講假話的 對 我真的是聽到 而且妳知道三谷那回來 哇 回音 還有回音 妳看 好像老妖出現 沒有 沒有 不是啦 然後我同時 又一個高夫球雜誌總編輯 來 還有一個將軍 中將退休的 他說 結果這什麼聲音 這三谷裡面有住人嗎 不是 我說那是菲姐啦 因為很開心 應該是有推進吧 可是我跟你講喔 跟菲姐打球 真的是非常快樂 因為我們昨天 四個女生打球 其中有一個女生是不會打 是新手 她要打三個月而已 對... 然後我完全不會打 然後菲姐可以 就是她一樣可以打得很開心 很易奕 對 那我是已經開始在皺眉頭 她已經不耐煩了 不是不耐煩 我就開始皺眉頭 我心裡想說 妳的皺眉頭就是不耐煩了 妳的皺眉頭 妳的皺眉頭 妳的皺眉頭就要跟我打 對 是不要跟我打嗎 要殺你英雄 沒有 我覺得敵人很有耐心 很有含耀 她就說 慢慢打... 沒有 她那個慢慢打 是講得雖然很輕鬆 可是那妳的表情不是這樣 沒有 我慢慢打 沒有... 我的眉頭這裡是皺著 好陰險 然後菲姐來 菲姐是什麼表情 她一直很開心 沒關係... 好球... 打五十八而已 說好吃 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我給她鼓勵嘛 新人鼓勵 對... 那我就... 我很想知道說 菲姐妳自己用什麼心態 去看待妳的人生 那妳剛剛就講說 妳的工作妳一樣是有壓力 妳覺得妳最大壓力是什麼 最大壓力譬如說以前 我們就進口這個鍋子 是外國人的西洋人的鍋子 我們用中國菜來做妳知道嗎 那很難做 很難煮對不對 那我生平二十幾年 我就很怕那個油煙 以前炒菜怎麼炒 炒去拿那種鍋給我 我沒辦法 炒整個鍋都炒毛毛 整個從頭炒 臭到內衣內褲都臭了對不對 所以我就沒有 不是... 好像煙燻了 煙燻了 油煙味 便一進去出來 整個都是味道 然後說我就開始研究什麼 讓它沒有油煙這樣子 所以我就進了那個鍋子進來以後 剛開始推廣的時候 就是很難推 沒人要 你人騙人 你都炒得不夾到 沒噴 炒什麼菜都噴 我沒辦法 都要退貨 聽到快鍋 好像見到鬼一樣就跑 跑爆炸 跑爆炸 那快鍋會爆炸 我不敢用 好像看著鬼 對啊 那時候的挫折感也很重 因為我們都在百貨公司 我們都在百貨公司去 可是菲姐 它是依依去做展示 然後親自讓他們看到 妳知道那種退貨率高的話 會瘋掉耶 對啊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開始說 不行 我要叫他們來跟我學做菜 讓他健康 讓他快樂 讓他吃得很健康 妳先賣鍋子 然後再來教人家學做菜 是因為要賣這個推廣這個鍋子 再上電視教人家做菜 對啊 是這樣子喔 我還以為 因為我從認識妳就是 妳已經在做菜了 那是民國85年上的 民國85年 因為那個時候是我剛好就是結婚 然後準備要學做菜的時候 洗手做羹湯 對 才去學做菜 對 那因為我是很愛美 我也希望可以跟妳一樣這樣 打扮美美的 結果我們做起來都不一樣 跟妳說的 整個廣告都糟糕 然後看劉夾伯 頭髮又夾這樣子 我那時候還小... 你看看...我就是看 你看看... 你看看... 很辛苦 我是怕洪哥回頭 菲姐妳怎麼來我們現在 不是 我小時候都不好見了 沒有 妳知道嗎 像以前的炒菜 現在還假不學我這樣煮菜的話 還是一樣 因為老公都啊 她雖然妳旁邊的時候 妳就聞到油煙味 聞不到女人味的香味 對不對 炒菜頭髮都會有那個味道 對 我好討厭 郭哥 在妳心目中的菲姐 是什麼樣的一個女人 爽老 然後有個性 然後很熱情 很大方 很會唱歌 沒有 很會唱 妳不要想唱歌 我那個燈都不敢亮 為什麼 為什麼 我不要啦... 我不要 各位班生朋友 他們欺負我 我不會唱歌 沒有... 妳拿鍋子來 我炒米粉給妳們吃一下 謝謝 好... 菲菲姐的氣是早到美國了 沒有 菲菲姐唱歌喔 真的 她很熱情 而且最終她的特色是什麼 八個音 八個歌 謝謝